還不來嗎? 我已經找到了 哈? 一起進去看一看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臨時電瓶影 我是MixYan 今天想要公布給大家知道 我已經找到新的電瓶了 太好了太好了 其實從舊房東到合約第2年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要占10%之後 我就開始一直綠綠綠綠綠的 就去找店面 然後去看不同的店面 然後看了看了看很多間喔 終於找到一個很不錯的面積 更大,住進更便宜 人流更多 因為外面沒有紅線可以停車 我現在已經不敢再說房東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實際一點 就是談好這個合約 公平的就好了 這一次我學會了我們要求5年的合約 然後到3年就是不加注 第4跟第5年的話可以上下的調整 5號之內 最近寫得很清楚 然後而且也保障自己就是 開始的兩年 不能把我趕走 不能終止合約 不難的話就是再談 可能有違約金之類的 就是我們的裝潢不會因為 突然有事情就要收回那個店 然後就害我們那個裝潢費 什麼都沒有 白萬人有人情味這個方面 我還是相信還是有 只是我覺得我剛來的時候 因為我是被這個吸引來 所以聽某人講話的時候 我都會被這個想法 真的有點影響判斷 那時候我就覺得台灣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要 我要喜歡你這個人 我才會住給你 我以為是這樣 傻傻的什麼都相信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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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相信你聽的話 要相信你看的事情 看到什麼 他做什麼才站上心 半個青天趕快來 一定要來 買爆他 知道嗎 在哪裡 還沒知道是不是 帶你去看一看 在芝山站 剛才我計過時 在石牌搭過來芝山 三分鐘就到了 接著我發覺在月台那裡 都看到我的部位 是很可愛的 向著1號出口 然後就看到右手邊 然後我們就再轉出去 你看到有7號 然後你就會看到有間小貓花園 我都每天都要去吃一下 先吃一下 然後一路沿著這個位置這樣走 你看到池渣滋 你看到池渣滋 就有一個巴馬線 一走出去就是了 一走出去就是了 我旁邊的店 就是一間叫肚的餐廳 那些食物都好像蠻好吃的 那些食物都好像蠻好吃的 我待會也會去吃一下 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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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近到 那外面的就是對著雙子星大廈的後門 我看到有時候有些車都在拍著 先 依此進去看一看 千萬不要推 為什麼會推爛我的窗面 嘩 你看看 看看 嘩 現在當然還沒裝修 就是拆了之前它有的櫃 所以拆了它 看到嗎 嘩 大幾多 是不是呀 舒服很多的 真的 那現在就是 在搬一些東西 我們 趕快搬 免得讓它 說我們還沒搬得切 那就會 扣我們錢 那這邊就是 還有一個小廚房 這個廁所都很小 我覺得 是不是呀 你看看 雖然說 舊的專修真的花了很多錢 但是 現在這一個店 面積更大嘛 然後本來它只有一個簡單的專修 然後我不用花很多錢去專修 以前那一個是很破爛的 你知道嗎 就是很多的木頭都已經有一種富戶的味道 所以以前真的整個裝修真的要花很多錢 這一次 這間很乾淨 是不是 所以 真的省很多錢 然後又比較大 可以放多很多桌子 我感覺這一次真的是賺錢 當然有人也問我 這移民的話有沒有影響啊 因為我之前的登記是在石牌那邊 然後 那位 因為移民署的人已經來了一次訪問 然後他們說原來吐吉已經來了一次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來了 所以 如果我們賺地址的話 這個理論算是沒有問題 那 因為我覺得 我才是政治的做生意吧 對不對 如果 我被家族叫到這個地步 然後 我都不搬走 他還一直賴在那邊的話 其實 我沒有賺錢 又做不起來 那怎麼辦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搬過了這裡 我還簽五年 是不是 要求我三年 我現在還多加五年 應該更好吧 非常感謝網友 你們給我的意見 真的很好 因為這兩年 我真的從你們的留言 學很多 因為不同的人留言 都有你們的經驗 累積下來的 所以你分享給我 我也是學會很多 所以我覺得我在我的頻道 這一次的搬過來 雖然我是好像損失了 很多裝修費啊 很多時間啊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如果 有人 因為我這個過程裡面 看到我這個做法 學會了怎樣做生意 想要投資移民來台灣的 你要學會一點點的話 那我覺得 我還是有價值吧 我沒有要 就是對任何人要生氣 要怎樣 我覺得 自己不懂 所以自己就要學習 自己要學聰明 然後 來到這個店 我覺得有天賦的帶領啊 因為 早一點 退出那個 不太適合的地方 也是好的 然後 我第一次專修那個地方 雖然用了很多錢 但是那麼小的店 就用那麼多錢 可以想像一下 假如我第一間店 住的是更大的 然後又花了更多錢 那就更不值得了 對不對 現在第一家店 就是我的夢想的店 然後就是實現自己夢想 然後 裝潢都是用自己最喜歡的東西 這樣一個美好的圍衣 真的很好啦 住淡水的 北火雀山那邊 住林口的 又更近了對不對 這樣來開末啊 趕快來啊 還不來嗎 蛤 今天分享到這裡 下期再見 拜拜 OK啦 趕快來 知道嗎 剛才那些都是在演戲啦 本來的我當然是很溫柔啊 你都見過我本人了嗎 對不對